大家好,今天是雪鸽草第二期 今天要看的品种是桂门 桂门这个品种怎么说呢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这样近距离地看着它的花 大气都不敢喘 生怕惊动了它这停动的易碎感 像是花里住着一个精灵 又像是本不是这世上的生物 每次看到它开花我都会怀疑 这个花是真的真实存在的吗 虽然触手可及 但又缥缈地向远方的云朵 桂门它是一个千虫开放的品种 上期介绍了雪鸽草的三段开放 千虫开放就是在三段开放的基础上 雌蕊和雄蕊完全的花瓣化而形成的花形 是雪鸽草所有花形里 花瓣数最多最豪华的花形 然后我们来看桂门的颜色 它的花瓣外圈是一圈深蓝色 越往花瓣中心颜色越浅 但是它又不是简单的颜色渐变 大家可以看到它白色的部分 像是有蓝色的脉络一样 这个蓝色的脉络让它奇妙地呈现出一种止灵托菊的质感 而中心部分的花瓣呈现出几乎全白的颜色 平添给了它一份冰冷感 这样就不至于太过活泼而显的产昧 给大家看一眼它的叶子 对了顺带说一句 所有的雪鸽草呢都是用铜生沙来种植的 每次镜头往这个方向移动都情不自禁地屏住呼吸 真的是鬼斧神功金雕细刻才呈现出这样一副玲珑剔透的质感 好那我们今天桂门就看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